为了应应清明时节将至 便利乡民在公墓祭祖扫墓 秀林乡公所从3月16号到29号 在全乡的各公墓进行第一季 公墓砍草环境清洁作业 同时陆续完成各公墓的用水修缮 增进民众扫墓与取水的便利性 秀林乡公所表示 身上最远美怀祖先是乡亲的传统美德 秀林乡公所秉持便民便利的态度 在亲民的前夕本乡18个公墓 进行环境清洁以及自来水修缮设施的工作 提供乡亲整洁便利的环境 同时也提醒乡亲日前因疫情升温 也请乡亲做好防疫的工作 请洗手戴口罩打疫苗打好打满 让乡亲有个快乐的安全的亲民假期 那目前我们全乡16处合法公墓 均有建制的公墓用水 然后我们公墓用水的有放置设置的使用规范 主要是让村民打扫祭祖 或是说在铺焚造墓的时候方便使用 那目前16个合法公墓经有建制公墓自来水 合中公墓这部分因为它水量不足 所以我们公所特别有放置加压马达 加压马达让那个水量能够更充裕 流的更快更多水量 不要让那个水水量不足的问题产生 所以公所在今年度又改善这个部分 所以清明节的时候也请各位村民就好好使用 也好好使用那个公墓用水的各项设施 那我这边也要谢谢王代表 他对和平村的建议案跟提案都蛮多的 也感谢所有的代表也全数通过议算 让公所来施行这个议算 任何工程算很完善 今年公墓砍草环境清洁与自来水设施设施 工作分别在和平公墓 河中第一公墓 河中第二公墓 河人公墓 崇德公墓 富士公墓 民友公墓 秀林公墓 山镇公墓 甲文公墓 嘉明第一公墓 第二公墓 水源公墓 荣树公墓 同门公墓 温染公墓 米亚碗公墓 崇光公墓 共计16座 也期待相信在追思先祖的时候 同时保持清洁 守护干净的沐浴环境 记得就用于休想老